解 意 中 意 经过食道后 到达胃腑 这时候食物就会暂时储存于胃腑 这一个过程就趁之未受呢 所以胃又有太仓 水谷之海的别称 胃主腐术水谷 食物进入胃腑后 胃腑就会对食物进行初步的消化 形成食谜 这一个过程就是中医所说的腐术 在腐术过程中 胃腑会将食物中的精微营养上输到脾脏 再由脾脏输不到葛个脏腑 而胃被消化的食谜就会下行于小肠 人以胃气为本 在中医角度 胃气是决定人体健康状态的关键因素 胃气充盛 人体才有消化食物和生成水谷精微的能力 各个脏腑得到水谷精微如氧 才可以正常运作 相反 当胃气受损 就会出现葛重脾胃病症 例如胃碗胀痛和口臭 严重的话 可以出现泛酸 呕吐 四肢无力 婚厥等 以上就是关于胃腐的内容 如果你觉得这短片对你认识中医有帮助 希望你可以点个赞 支持我们的制作 同时也鼓励你订阅大马中医的频道 和打开小铃钟 那就不会错过最新的影片 下集会说一下小肠的中医之时 谢谢观看简易中医 拜拜 简易中医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